佛教嬸香林紀念中學,創辦於1978年9月,位於屯門大興村。 是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的第七間政府資助全日制男女中學。 學校一向秉承考分明、知、顯、悲的精神去教育學生。 明知,即是以聞、思、收的方法,啟發學生本有的智慧,令他們的智慧明顯和發揮光明。 遣卑,即是教導學生顯揚和發揮大悲拔苦的精神,一方面明白自私自利的和害,另一方面了解和諧和相關懷的好處。 學校除了有課室、不同的特別室,以及體育設施外,今年更新增了閃修室、英語活動室。 而學校所有課室均而鋪設無線網絡,以配合電子學習的發展。 中學階段正值學童踏入青春期,是建立良好品格其中一個關鍵的階段, 因此,我們有一系列的措施支援學生成長及正面的發展。例如, 為了令中一新生盡快適應中學生活,我們每年在暑假期間都會為他們舉辦中一型生日,以及中一新生適應課程。 由中一班主任及學生領袖帶領活動,如英文活動日,紀律訓練,自主學習技巧訓練,及班級經營活動等。 學校初中學生以小組形式上課,每位同學在早內擔任不同角色,進行協作學習,在早內作出貢獻,共同達成目標, 結立成功經驗,從而營造正面積極,互相推動的學習氛圍。 每班兩位班主任都會為我們舉辦不同的班級經營活動, 例如生日會、聯峰會、競技活動、外出活動、學生伙伴計劃、班伯杯等。 可以增加我們對班級或學校的歸屬感,令我們的學校生活、溫情滿日。 學校除了在校內高度表揚模範生、服務生、班中之星等品行優良的學生, 歷年更有不少的學生榮獲新界區結出學生,以及屯門區結出學生。 在我中一中二的時候,學校已經推薦我參加屯門區結出學生選舉,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加入沈香林這個大家庭。 在老師的工作之下,我覺得自己成長了很多, 在以前小學的時候都經常被忽略。 現在我會指望自己,好像剛剛畢業的師姐一樣,可以進入香港大學, 將來貢獻社會。 善於學習,是近年學校其中一個關注重點。 學校希望透過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應性, 提升課堂學習效能。 學校在2015年推行自主學習。 這個學習的模式,目的是令學生能夠更加投入課堂學習, 通過同學之間互相的討論, 展示他們的學習, 亦都可以提高他們的學習自信心和學習動機。 我們深信這個學習模式,能夠令學生成為終身的學習者, 最終能夠成為愛思考、愛護助和愛學習的年輕人。 學校近年都很自力推行電子學習, 透過利用不同的電子平台和工具, 除了可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之外, 更重要是要推動學生的自主學習, 照顧學生學習的需要和學習差異, 以便提升學習效能。 近年年輕人都很喜歡用手機來娛樂, 但很少是用手機來自主學習, 我們很希望改變年輕人這種習慣。 語文是一切學習的藥時, 因此中文科及英文科積極發展校本教材, 以鞏固學生語文基礎, 並舉辦多元化語文學習活動, 以培養學生學習興趣, 增益學生知識, 態度及能力, 最終希望培養學生成為中英兼善的精英。 作詩餐文章 道一貴 作詞懂,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turn back into a frog? Once you turn back into a frog, you will be a frog forever! 是來到了童話世界嗎? 當遊艇步步地繞著青島湖轉的時候, 那一座座浮在碧波上的精緻小島 紅海上的音樂, 節錄, 旋復興, 天生異質, 修建人世, 他啟樂輕步現場, 四股靜靜, 不甘前回。 學校貫徹六育並重的辦學宗旨, 透過課程發展以及課外活動, 致力推動體育及美育, 令學生身心得以全面發展。 同時, 學校也參加不同體育發展計劃, 如奧夢成真, 既推港體藝, 也重點培育具潛質的學生。 參與這些計劃後, 更年, 田徑隊以及排球隊在學界賽事屢獲皆職, 成績有目共睹。 學生得到不同方面的關顧, 自然絕妝成長。 學校每年均有不少中六畢業生順利升學, 入讀本地及海外大專院校。 學校辦學超過三十年, 作育英才。 不少校友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 發熱發光。 歡迎加入沈鏗林紀念中學的大家庭。